我们中华射箭代表队 今年将要参加世界大学运动会 以及亚洲运动会 竞争其实是相当的激烈 所以当然是以夺金为目标 但是呢我们至少 一定要比上届的成绩更好 在台湾发展射箭运动 大概优势就是 很早就从学生着手 不管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甚至于大学之后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选手回锅 当他离开了竞技运动的时候 他还是回锅在射箭这个场域当中工作 麻烦担任教练工作 投入射箭的比赛 活动企业赛 联赛 这些工作的同仁 当然不可会远 我们有些缺失 应该讲说是劣势 在台湾射箭运动的发展 受限于场地 还有国人的认知 射箭场如果是奥运 也要奥运的这个比赛 它需要的长度稍微比较长一点 又有安全距离 它又是室外 行政人员或是家长 总是有些疑虑 就是安全上的考量 器材稍微也贵了一点 所以造成入门的时候的一些障碍 不过我们也透过很多的机制 来降低这样的一个门槛 在学校里面 我们大概就是会请热心的厂商 提供一些赞助 提供一些入门款式的练习工 那件这些赞助 在其次呢 我们就会请各个发展的学校 他们有淘汰勘用的工件 我们就提供来做一些分派 那这样的话 可能有一些新设的学校 大概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可以使用 让更多的学生选手 或者是社会人士 能够愿意来投入这样子 这件企业联赛发展到现在 当然也经过了许多的波折 不过还好 林宏道理事长 他非常的热心 在召集这些企业组 来组成这样的联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新的选手 尤其是青年队的选手 有些激励的作用 因为他等于是 这些企业队的二军的概念 然后同时呢 他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 等于是高水准的 高度张力的竞争 平常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大概也都是跟同年龄 同水准的选手比赛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企业联赛当中 他们可以在场上 跟国内最好的选手 同场竞技 所以无形当中 他们的抗压力提升了 无形当中 他们的水准提升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在国外的一些 青少年的比赛当中 我们的成绩都不是太差 办理国际赛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在培养国内经济运动很重要的一环 那第二个呢 也在训练我们自己承办国际赛的能力 提升国际的能见度 因为运动环境不是只有竞技运动选手的比赛而已 它其实也包含整个赛会场地设施的进步 人员的运行运作 科技的应用转播等等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训练 所以办理国际赛 也是我们本会很重要的任务之一 那在短期方面 我们当然希望来持续办理亚洲杯射箭赛 或是亚洲锦标赛 我们最近也拿到了世界室内射箭锦标赛的这个系列赛 这些赛会全部都是有国际积分 射箭的国际积分都相当重要 因为它会牵涉到我们未来是不是取得奥运的参赛权 所以我们除了选手积极备战之外 我们当然在行政方面也要提供这个更多的可能性 让我们的选手取得更多的积分 在国际上能够夺牌这样子 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努力 我们其实试了很多的方式 看起来有进步 但是呢还是差强人意 所以我们大概每一年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检讨 也都随时在滚动的修订 可能今年开始或是在今年 我们可能还是会强化这一部分的 就是说看比赛 大概会跟选手家人相关的企业这些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能会从这几个族群 再去加强它的黏着性 让他们来看比赛 然后也得到奖赏 那这样的话提供这种诱因提升连接度 还有粉丝之间的话题 在现场及时回放 目前好像还没有办法马上做到 不过我们也跟转播团队 在合作检讨 看能不能有些立即回放的技术 在这个现场或是在线上观看 总是会比较受限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改善当中 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有四五机同时在配影片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留存资料 同时我们期待就是说 未来转播的科技更好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自己回放 可以选择相关的建筑 这些highlight的地方 目前都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具体的数字我现在没办法提供给你 不过至少各个重要的比赛当中 我们参与的人口是增加的 全国最大型的总统杯 或者是青年杯 参赛人数已经超过一千多人 所以这个办比赛的时候 也是相当辛苦 因为受限于场地的大小 所以时间都拖得比较长 那大概就可以看到 专业运动员的成长 那另外一个 我们当然在期待 就是说尤其是林主席 他接任我们射箭协会的理事长之后 他更强调的说 怎么样让更多人接触射箭运动 第一个就是 曾经射过箭的 玩过射箭运动的 我们可能就把它看 用什么方式把它召集回来 办一些活动体验 再来就是说 针对完全没有经验的 也许我们就办那些亲子的比赛 那我们大概是预计 往这两个方向来深化 射箭运动在国人的基础 这样子 并请外籍教练大概就是看他目的是什么 如果从技术水准来看 我们台湾的射箭的技术水准 应该算是世界等级的 那我们也不能因此致满 因为比赛它在改变 赛制在改变 所以有一些以往我们成功的模式 未来会不会是同样可以复制 这是不一定的 刚好在前几天 我们也在思考到 我们有没有需要来邀请外籍教练 来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训练的思维模式 大概有谈到这样子 那还没有很具体 不过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什么样的外籍教练是适合现在的状况 而不是说因为要找外籍教练 所以就随便找一个 企业来培养射箭队 来支持射箭队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我们从几个面向 第一个它的投资的金额是比较节省的 只有整个每一年的营运费用 相较于篮球 排球 棒球 这个是低非常多 在国际的能见度 或是国内 当然国内比不上篮球 棒球 但是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其实是高非常的多 那第二个优势在于说 车肩运动是一个心灵的运动 它虽然竞技 它在比赛当中 但是如果说它一个人在练习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心灵的运动 所以当这个企业 它愿意投入 也许设立射箭厂 或是这种跟日本公道的概念是一样的 它其实对于高阶运动 它自己的心灵成长是有帮助的 再来它可以办员工的家庭日 跟员工的成长营 这两个稍微不来一样 就是员工家庭日 它其实是可以亲子的比赛 或是有一些后过非常有趣的方式 把它呈现 也许是九宫格 然后员工的成长 可能就是用团体竞赛的模式 共同讨论 然后也许是搬这种远远射箭 大家一个团队 然后彼此互相加油打气 到每一站去设不同的靶 也许是3D立体的摑 这个就非常有趣 然后也建立团队的凝聚力 我想这个就是 有几个好处 当然最重要 还是在企业的永续发展 在这个SDGs上面 其实运动 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发挥的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